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最近官方数据显示 北京4月底的外汇存底规模创下5个月以来新低 分析指出外汇储备是中共经济的关键风险指标 3万亿这个数字就是风险可控或者风险失控的心理关口 这个心理关口一旦跌破 就可能动摇国人对政权和经济未来的信心 随着中共支撑汇率的外汇日渐枯竭 人民币接下来不可避免地将进入贬值通道 据中共官方5月7日公布的数据 截止今年4月底外汇存底规模为3208亿美元 将3月底减少448亿美元 创下5个月新低 单月降幅为1.38% 是7个月以来最大 对此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今年4月美元指数上涨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 旅美财经评论人士王健分析指出 虽然中共外汇储备下降的金额并不大 但是很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中国每个月会有大约1000亿的外贸盈余 但这并没有反应在外汇储备上 说明资金已经在外逃了 从数据来看 中共目前的外汇储备相对于10年前的高点 约4万亿美元已经下降了20% 旅美经济学者夏业良指出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 尤其最近5年来 外汇储备水准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北京实际抗风险能力很弱 在一定时间里能够动用的储备外汇 只有6至7千亿美元 与此同时 面对国内经济不景气和国际形势的动荡 人民币汇率下跌的压力正在持续加大 瑞银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 禁止在金融时报发文 人民币贬值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文章指出 人民币完全没有必要贬值 但贬值这一趋势又似乎无可避免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需求相当疲弱 因此利率可能在接下来的18个月到两年内降至零 过去举周 中共央行比以前更紧密地把人民币绑定美元 但这种固定或挂钩汇率需要相应的货币政策支持 尤其是避免资本外移 而尽管北京当局对此进行了控制 资本仍在持续外流 文章认为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人民币将继续贬值 并且可能产生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人民币贬值将加剧中国电动汽车和绿能设备等新兴产业 以及钢铁金属和造船等传统产业等 对外出口造成的现有贸易摩擦 并招致美国和欧盟的对质反应 尽管北京拥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来捍卫人民币 但当局可能不想耗尽储备 即使北京动用外汇储备来维持人民币汇率 也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 而且这会让人们对人民币更加失去信心 加速资本外流 增加汇率压力 接下来人民币是否会贬值 贬值的速度会怎样 王健指出 理论上来说 在中共央行不干预或少干预的情况下 人民币一定会贬值 人民币目前有两个贬值压力 一个是针对美元的利差 一个是人民币货币的发行失控 现在美国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人民币利率 利差形成的人民币贬值压力 是北京中长期都要面对的现实 同时在过去五年 中共央行发行的货币 比过去二十年发行的总量还要高出五倍 通胀压力巨大 但现实中人民币并被大幅贬值 真相就是 中共央行在外汇市场去干预人民币汇率 不让它跌 因为这是个政治问题 因为现在房价很敏感 一旦出现资金败流失控 房价会暴跌 所以中共央行只好在外汇市场上死扛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央行目前已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 纽约时报指出 目前中共官方和民间都在爆买黄金 导致黄金价格升至历史最高 王健指出 中共央行减持美债而增加黄金储备 就是从俄乌战争爆发的2022年开始 因为当时美国及欧盟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这一举动把中共吓得够呛 一旦中共对台湾动物外汇储备也面临同样的风险 所以从那时期 中共央行在有步骤的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 而减持美国国债后 中共的外汇储备就只好转向持有黄金 数量不断增加 预计中共实际持有黄金量 要比对外公布 占外汇储备4.6%的比例还高 此外 中国的个人资金也正流向黄金 中国老百姓购买黄金 主要是出于对未来前景的不安 和对经济通胀的担忧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本期的第二条新闻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欧洲行 留下了什么痕迹 面子上很光亮 所到之处都是皇家欢迎仪式 但是观察人士分析 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突破 欧盟对中共的不幸人看起来有增无减 这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欧洲 法新社称他受到了皇室般的欢迎 一系列活动似乎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很高兴 新加坡大学的分析师庄家隐则认为 没有值得庆祝的理由 习近平此行没有取得突破 习近平法国之行被外交家们形容 进行了友好和坦率的交流 实际上有坦率的针锋相对 没有真正的交流 习近平没有意识到 中共被执以某种形式资助俄罗斯战争 以及向欧洲市场倾销产品 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指控 习近平忽视了一个重要背景 他五年后重来欧洲 期间中共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内经济增长放缓 对外暗中支持 俄罗斯战争激怒了西方 《金融时报》指出 习近平低估了大多数欧盟国家 现在将北京视为安全威胁和经济威胁的程度 习近平眼中的铁杆朋友 都是欧洲大家庭中令人头疼的成员 向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强人嗜好 无助于缓解欧盟主要国家 对习近平独裁世界观的担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习近平离开了巴黎后 对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访问 更加重了欧洲的不信任 法国政治评论人士哈斯基说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是俄罗斯的朋友 北京的顾客 习近平此行把两国与法国放在一起 建议强化反美色差 只能激起不信任 习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所显示的 是他没有放弃在欧洲大陆 培养某种特殊友谊 欧洲主要国家由此怀疑 北京总在试图通过分裂欧洲 来更好地影响欧洲 欧洲对习的不信任 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因为中共不能一方面宣称 与普京有无限的友谊 而对欧洲对普京的威胁的担心 漠不关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安全学院院长 罗里·梅德卡夫直言 习近平这次访问 几乎没有增强欧洲对北京的任何信心 尤其是习近平避开了柏林 和布鲁塞尔等主要首都 而选择访问与莫斯科 有密切关系的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 而后者发出的声音 是欧洲的边缘声音 中国欧盟商会5月10日 最新公布的一项 有关联的调查显示 随着企业寻求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并转向东南亚和欧洲 中国作为最佳投资国的地位 正在丧失 将中国列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欧洲企业比例 创下记录新低 该商会表示 在中国营商前景 也处于该报告发布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超过4分之1的受访者 对当前的增长潜力持悲观态度 44%对未来前景持悲观态度 就在习近平出访期间 北京公布的4月贸易数据凸显 中国商品进入欧美市场更加艰难 以及中国经济疲软的现状 贸易数据显示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等产品出口 正面临欧美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也从侧面说明了习近平迫切访欧的原因 另一方面 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 欧洲对中共有一定的影响力 北京需要获得欧洲的投资和欧洲的技术 但只有欧洲团结一致 并发出同样的信息 对中共的影响力才会起作用 近日 中国网络上流传着 美国诺福克海军基地卫星照片 而这些照片中 连美军军舰和港口建筑物轮廓都极为清晰 让人质疑 这些属于美国军事机密 为何会在墙内网络上流传 但其实这些照片都源自于 中国太景四号01卫星 利用SAR技术所拍摄 中共也利用这些技术 在军事领域中监测台美军事动态 这些在中国网络上流传的黑白卫星照片 把美国海军诺福克海军基地部署拍得一览无遗 包括停泊在港口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部署都被拍下来 同时这些照片也能猜测出美军航母的部署 而拍摄美国海军军事基地的卫星 是来自北京众多的卫星之一 在中共官方网站的介绍中 提及该卫星弥补了中国X波段商业SAR卫星的空白 所谓SAR卫星及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其工作原理是向地面发射微波 然后接受回波进行处理 之后产生高清解析度的影像 与传统的光学卫星比SAR卫星不受时间光照 云层天气等因素的干扰与影响 可以穿透一定厚度的遮蔽物进行拍摄 这项技术不单可以运用在防灾抗灾领域 也可以运用在军事侦测俄乌战争期间 海斯一号SAR卫星拍摄到的乌克兰安-225运输机的图片 尽管安-225运输机当时停放在机库里 但是卫星还是穿透了机库顶棚拍摄到了内部的画面 也因此才能让中国媒体判断该运输机已遭损毁 而事后也证实中国媒体的判断是正确的 值得关注的是 自中国SAR卫星升空之后 不仅在商用领域发挥很大作用 同时这项技术也运用在军事领域中 不仅用来拍摄美国军事和民用目标 也被用来拍摄台湾的军事基地 这也成为让北京特意在日后台海冲突中 取得战场资讯的关键工具 不过随着这些照片的流出 也让美国和台湾更加有所警觉 采取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美国联邦调查局5月9日发出警告 中国留学生被盯上了 一个专门针对国际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骗局 让受害者损失数千美元 甚至数百万美元 FBI用英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发布了警告内容 FBI网站发表的中文公告显示 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办公室 警示公众注意已在美华人社区 和就读美国大学的学生为目标的骗局 在这种骗局中 犯罪分子冒充中共执法官员 欺骗受害者 威胁受害者建立可信度 犯罪分子的计量是 告诉受害者是中共刑事调查的对象 要求他们支付费用 以避免被逮捕或驱逐出境 公告写道 这些欺诈者冒充中共调查人员恐吓受害者 然后利用受害者的恐惧来窃取他们的钱财 这种骗局之所以如此令人信服 是因为它包含多个层级和犯罪者 FBI希望让华人社区了解这种威胁 让受害者有能力报警 联邦调查局特工塔巴奇克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计划 骗子利用了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对美国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不熟悉 也利用了中国人对中共政府的恐惧 FBI还在公告中列出骗子行骗计划的四个步骤 第一阶段初次联络冒充美国公司或中共大使馆或领事馆工作人员 第二阶段恐吓战术冒充中共援警 第三阶段监视受害者 第四阶段勒索受害者 受害者一旦将钱汇入指定账户 这笔钱永远不会回来 在此之前 美国发生第一起有据可查的网络绑架案件 17岁的庄凯是一名中国交换生 他失踪多日后被寻获 犹他州里福戴尔警方表示 庄凯在山边的帐篷里冻僵了 诈骗者说服了庄凯自我隔离 并骗走了他的家人8万美元 FBI周四的公告也发布了如何保护自己的相关建议 如果有身份不明的人与你联络 而且指控你犯罪 不要分享个人或财务讯息 更不要汇款 停止与此人接触 如果美国政府机构与你联络 你可以验证该联络人是否为官方联络人 使用电话簿 网际网络等公开资源 查询政府机构的联络资讯 与该机构联络 以确认此人的合法性 如果有自称是中共当局的人与你联络 请与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联络 外国政府官员在美国合法执法 必须与美国联邦当局协调行动 根据种种迹象显示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未来几年 可能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而且对于该公司来说 现在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 商业内幕9日报道 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汽车制造商 多年来一直享受中共政府的优惠待遇 当特斯拉位于2019年开始 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汽车时 它是第一家完全拥有其生产设施的 外国汽车制造商 官方还向特斯拉提供贷款 税收优惠和补贴 以换取当地供应基地的好处 在上海工厂周围创建这个生态系统 改变了电动汽车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制造方式 也为马斯克目前在中国面临的激烈竞争 埋下了种子 中共官方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 特斯拉4月份在华销量为62,167辆 同比下降18% 当地的竞争对手比亚迪 现在的销量超过了马斯克的公司 而且比亚迪在电动汽车供应链上 拥有自己的控制权 报道指出 现在特斯拉将不得不面对本土竞争对手 这些竞争对手受益于特斯拉 帮助建立的同一个电动汽车生态系统 这可能为特斯拉在中国的垮台买下种子 这种以优惠待遇吸引行业领导者 以刺激其他行业创新的策略 对中共当局来说并不新鲜 苹果也是其中一例 对于马斯克来说 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来得一场迅猛 过去一年里马斯克试图通过降低国内价格 来跟上比亚迪的步伐 可如今特斯拉在定价方面已经没有余地了 与此同时 特斯拉的美国本土市场 类似的降价正在失去光彩 除了中国国内廉价的中国汽车 也在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等重要的欧洲市场 与特斯拉展开竞争 在最近的一次访华之后 马斯克似乎正在向中国市场增援 马斯克最值得信赖的高管之一 特斯拉在上海取得成功的缔造者朱晓彤 将返回该地区 因为马斯克还希望推出其全自动驾驶软件 但无论如何 特斯拉在中国恐怕很难重现昔日的辉煌 中共官方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亿9753万人 平均年龄增长了9岁 然而为了维持生计 即使工作机会难寻 工钱缩水 很多年龄大的农民工依然不敢选择退休 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第16份年度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根据报告 23年全中国农民工总数接近3亿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1岁 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30.6% 比较历年的统计数据发现 16年来中国农民工增加了7000多万人 而且农民工平均年龄也在增加 由2008年的34岁增加到2023年的43.1岁 增加了9岁 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0年的12.1% 增加到2023年的30.6% 根据分析 农民工平均年龄增加 一方面说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持续恶化 另一方面体现中国农民工当下面临的困境 对于许多年龄大的农民工来说 由于养老金不够维持生活 导致他们不敢退休 路透社日前引述中共官方数据分析 2022年中国劳动人口中约12.8% 年龄达到了60岁以上 至于人口年龄比例较20年的8.8%大幅增加 随着中国60岁以上人口增加 高龄劳动人数预计也将激增 报道指出 若这些农民工要完全依赖养老金生活 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低于世界银行设置的 每天3.65美元贫穷线 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萧条 大量企业纷纷裁员或倒闭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农民工的生存和就业环境更加艰难 深圳工厂工人张先生日前表示 工厂市越来越少了 经常看到厂倒闭了 大厂搬走 经济肯定不好 下岗的人多了 我们这个工厂都天天喊着要裁员 我们为了保工作都心惊胆战的 深圳居民林先生表示 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起色 这是个共识 原来是让大家准备过紧日子 现在让大家习惯过紧日子 现在包括官媒上 基本上也是这个口径 那就大家过紧日子呗 先活着 各行各业都在卷 都在卷得厉害 非常卷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就非法拥有一把 点38口径左轮手枪案 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控罪 但遭到联邦上诉法院驳回 案件定于6月3日开审 匡方指出 亨特2018年10月 在明知不具合法 持有资格 且对管制药品成瘾的情况下 非法拥有一把 科尔特眼镜蛇 38SPL左轮手枪点 该罪行在特拉华州 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 亨特当时在一份联邦表格上撒了谎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 吸毒成瘾 亨特的律师称 其当事人拥有这把枪 只有11天也从未开过枪 因此要求推翻 特拉华州非法拥枪重罪 同时也以法律程序为由 质疑有关指控 但第三巡回法庭 三名法官组成的何一婷 一致驳回亨特的上诉 何一婷在仅四页纸的 简短裁决中指出 现阶段不会考虑 拜登所提出的疑点 因为现在并非提出 上诉的适当时机 负责审讯此案的 特拉华州联邦地区法官 诺利卡5月9日表示 上诉庭的裁决 为亨特接受审讯 扫除了障碍 该案定于6月3日开审 除此之外 去年12月 亨特·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 再遭到九项新的逃税指控 如果最成 亨特将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